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频中欧阳夏丹穿着红色的上衣和羽绒背心 下面是休闲裤 可能是在跑步跟观众朋友问个平安新年 他的模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毕竟在央视新闻联播的时候 他是化了妆 而现在是比较随意 他也说出来晒晒太阳 这个说新的一年了 欧阳夏丹为什么会在三年之内 他突然就没有消息了 原因就涉及到了前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 因为当时孙力军落马了以后 就传出他跟央视一些女主播之间 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那么中纪委自然要来查一下 2020年4月19号 中国官方通报 孙力军落马 随后就传出像董卿 欧阳夏丹 李思思 等知名的主持人 就被卷入到孙力军这个案件 这和被调去进行调查 当然最后基本上这些人 无论是董卿 欧阳夏丹 还是李思思漫漫的 也都回归了社会 尽管他们可能在央视的 这种新闻的工作 可能就已经终止了 那么在2020年10月28号 这个日本产经新闻 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披露 就当局在调查欧阳夏丹 与孙力军的友好关系 说了这个欧阳夏丹 也不至于被逮捕 配合调查后就会被释放 但是重返主播的职业 估计无望了 欧阳夏丹 现年45岁 是广西桂林的 曾经是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主持人 然后还在财经频道 这个其他的频道 进行工作过 担任过主持人 口碑不错 并且整个的这种演播 质量也很高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主持人 觉得他身上呢 有一股比较清新的这个气味 味道 但是虽然他在我的音量不上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机灵 我觉得很应该是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说欧阳夏丹 其实还会说一系列的央视主持人 这个央视的主持人呢 也被民间戏称为叫中南海的后宫 的确呢 有一些这个主持人跟中共的高官 或者跟一些富商 都有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吧 或者生活上的交集 最终也卷入到一场政治的风波 当然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 最终呢 他们也像大浪逃杂一样的被 被抛到了海岸上 一个呢 就是央视被称为中南海后宫 据媒体报道了 这个2014年的 这个周永康 就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这个落马以后被查处以后啊 就牵扯到多名女性 当然欧阳夏丹也是其中一位 周永康落马以后呢 他的妻子也成是央视主播之一 叫贾小叶 然后又涉及到央视女主播叶银春 和这个前主持人叫沈斌 沈斌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长得也不算漂亮 但是个子比较高 同时呢 他表达呀 我觉得还是表达得很好 特别是在世界杯足球赛上 这是很奇怪啊 当时安排了一个主持人 一个女性 在有一场比赛 我不记得还是意大利还是哪个比赛 失利了 他就痛哭 所以当时感动了无数的球迷 从此呢 他名声大起 也渐渐在一些什么春晚啊 或者一些大型娱乐活动中 他也担任主持人 后来呢 可能是被这个李东升 李东升是前公安部的部长 后来也在中央电视台任职 他呢 可能把他们介绍给了 这个周永康啊 等高官吧 所以他呢 周永康可能跟他之间 也发生了一些关系啊 一些关系 最后呢 他被居然被调到了 这个 叫政法委的610办公室 好像当他主任 还专门给他一个位置 但后来随着周永康的查处 他们呢 也纷纷的 最后慢慢淡出 人们的视野 在香港 我曾看到一本书叫 审兵自述 我怀疑那本书呢 应该不是他写的 可能有人冒他的名 写的 他就写了 他与周永康之间 这种情感的交集过程 因为他们 他和周永康毕竟当时都是已婚嘛 所以他是怎么一步步的 最终呢 跟周永康走到了一起 其实不光是他了啊 就是还有一些 我觉得还至今 应该是不错的 比如说 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李修平 他的二婚 嫁给了丈夫 就是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叫张春贤 所以这个没办法 就像彭帅 彭帅跟那个张高丽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交集 王小鸭 王小鸭嫁给了 这个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叫曹建民 曹建民其实是原来是 应该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个法律学的教授 但是最后呢 他进入了政界 所以跟王小鸭成为他的太太 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 叫刘芳飞 刘芳飞呢 这个婚姻上不太信 就是说不太顺利 他先是一个男友 教的就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原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 叫王毅 基本上两人就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是最后呢 王毅落马 据说啊 当时刘芳飞 在法庭上还作为正能纯紧出国庭 刘芳飞呢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在看那个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他进行一个解读 所以他的音乐造诣都不错 父母啊 好像是 也是 一个是大学教授 所以整个家庭书香门第 同时身上的气质也很好 个子也很高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 但是他这个婚姻上啊 不太不太信 这个他第二任呢 又跟这个一个香港商人 叫刘希勇结婚 但是很也是很不幸呢 就是2017年的时候 3月15号到16号 中国的警方突然抓捕了刘希勇 并且呢 六九名检察官呢 对刘希勇呢 采取了刑讯逼获 这个手段非常的残忍 仅仅用四天就结束了刘希勇的生命 刘希勇严格说是被折磨死了 所以当时刘芳飞非常伤心 他曾经写了 在4月10号啊 写了一句话 叫亲师一夜好守 才知世间本无黑白 当然我相信经过这一系列 这种打击 或者对人生的感悟 刘芳飞可能应该也变成了 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性 在央视里面呢 还有因为主持人有不同啊 有的是比如新闻联播啊 有的是财经啊 大家如果看过啊 这个杨兰啊 这个好像是当时跟泰国的一个政大集团啊 这个有个节目啊 这个节目办得也很好 也很火 曾经跟江坤啊 跟这个很多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 声誉 口碑都不错 杨兰呢 原来是跟他父亲的一个学生结婚 但是两人在性格和追求上可能各不同 而他的丈夫呢 是比较内向 或者说比较专注于学术 杨兰呢 就跟他离婚了以后 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学习 在这个美国期间 杨兰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叫吴征 两人结合 现在呢 还继续生活在一起 这是杨兰 吴征呢 这个人其实很复杂 很多海外的一些所谓 就爆料的人士的信息来源 其实都来自于吴征 吴征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 可能跟统战有关 也就是中共呢 联系海外民运人士 可能是吴征是一个通道 当然最近郭文贵爆料事件以后 吴征就没有再露面了 也可能他属于党内不同派系的 不一定是习派 可能是原来江派或者是谭派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身份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有很多民运人士 其实跟他都有关系 这就是杨兰 所以央视女主播其实很复杂 有的嫁高官 有的跟高官保持不正当的这种婚姻 或者性关系 也有的就是跟富商 也有的是真情的 就是希望能够嫁给一个 这个知心的爱人 但是最终呢 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说这些名女人呢 其实背后都还是有一段心酸 所以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光鲜后背后的不堪 这个央视主播为什么会成为这么多高官 富商追逐的对象呢 我觉得很简单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他们是名人嘛 有良好的外表 也有才华 所以当然呢 就容易引起男性的追逐 这跟那个余演员 余明星不是一样吗 很多高官富商 就喜欢女明星嘛 一个是他们 本身的知名度 然后他觉得 跟他们在一起 或者占有这些女性 他觉得自己是一种成功的 一种标志 反正种种原因嘛 我觉得从古至今就是 这个规律就没有改过 一直就是这样 美女或者说知名的美女 就会有大量的知识 追求者 这是一个必然 同时呢 华从两方面说 这些女主播呢 他们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是吧 一个女孩子 她也希望有好的婚姻 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 或者有财富 有名声 有权力 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呢 也有一定的追求 如果你 完全没有贪欲之心 那也很难啊 就是会跟这些高官啊 富商啊 跟他们勾结在一起 但是人嘛 都会有他的弱点 女性呢 更 我觉得的话 感性一些 或者说呢 对虚荣方面呢 可能看得重一些 这也是人性的弱点 所以他们都希望出人头地 认识高官 然后青春美色 进行交换 最终呢 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不细 最终他们是沦为了权力 和金钱的网络 所以他们最终都没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 这也就是 我们常说吧 就是 美女好像都是 红颜 红颜薄命嘛 好像都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说 就是叫做烟花一冷 这个不光是这了 就是即使在大学 有些美女博士 也追求一些 这个学界大佬 比如说 中央编译局局长 伊俊钦 跟他的学生 常雁 其实常雁当时 也是一个副教授了 读他的博士 然后呢 常雁希望留在北京 希望跟伊俊钦在一起 所以呢 也就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 最终呢 最终还是因为 常雁不能留北京吧 或者各种原因 而伊俊钦呢 可能也比较花 也有其他的女学生 女情人 常雁最后实在受不了 最后两人也是分手 不愉快的分手 但是常雁比较特别的是 把他们之间的交往 把他们的这种性生活 居然呢 写成了十几万字的 一部类似于报告文学 题目就是 一朝乎决 今梦醒 办事浮沉 于打瓶 哎呀 写的文采是很好的 写的还是不错的 我相信啊 可能在香港 也可能把他已经印刷出来了 当成这个畅销书漫 但是现在可能 可能就没了 因为在香港的打压以后 这种政治书籍就少了 所以结果都是一样 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堪 最终都是人为了 权力和金钱的网络 第三个呢 我要说一个特别的 其实不光是女主持人 还有男主持人 这个就是很奇葩的一哥们 叫瑞成刚 瑞成刚啊 这个 这第一次我在荧幕上见到他 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啊 一个英俊的外表 并且的英语啊 还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英语特别好 非常的流利 当然了 还有些话也是引起一些争论 比说他在采访奥巴马 奥巴马当时在南朝鲜 访问的时候 就希望回答一个 留给一个机会 提问的机会 给南韩的记者 但是呢 这个瑞成刚举手 奥巴马也不知道 因为亚洲人吧 都是同一个相似的面孔 最后呢 发现了以后呢 他说我还是想给 这个韩国的记者 瑞成刚坚持要发言 这从专业的角度 就是不太礼貌 但是呢 奥巴马临机应变 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他说了一句话呢 说我代表亚洲 所以也是语惊识弱 但是作为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个话 也都说习惯惯了 叫说顺他嘴 总说 我代表什么什么 你凭什么代表呢 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文化氛围 大家就这么说 所以瑞成刚 给我的印象不错 但是最后呢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也被抓进去了 据说了涉嫌机密 国家机密 他的问题呢 更麻烦 他是跟很多高官夫人 中央这种高官夫人 老夫人呢 发生了有这种 性上的关系 据说有二十多位 年龄呢 都普遍比他大 二十到三十岁 其中呢 就是令计划的夫人 古力平 就是他需要依靠 所以他不就变成一个男宠 所以内成刚 哎呀 我觉得这也是很肮脏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 男性也去出卖自己的摄像 可能想捞一点情报 怎么回事 赚点钱 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光鲜外表背后的肮脏 前几年他已经被放出来了 内成刚刑满事放 放出来了 先说了可能要判死刑 无期徒刑 但最后好像是判得并不上很住 最后也出来了 这就是以上我们说的 这个男男女女 说了这个央视后宫 不光由女主持人贪慕金钱财富 也有女主持人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贪慕 但是他这种婚姻上 也希望有个好的未来 最后走得不太顺 也有了 就是像内成刚这样的起胞 就是男性 也利用摄像 去勾结这些高官夫人 走另一个通道 所以这也是令人 叫跌破眼镜 最后我们就总结 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在这么一个 物欲横流的社会 每个人要把握自己 不太容易 特别是一些名人 无论是央视主持 还是一些电影明星 还是因为某某事 而出名的一些名女人 把握自己很难 关键的问题 是有太多的诱惑 有太多的追求 是吧 所以能 如果你没有一个原则 或者很坚守一个原则 很难的 我们说中国的股钱币 叫外方内语 内方外缘 什么意思 就是内在像一个人一样 一定要有原则 而外面可以变通 就是跟社会适应 但是说着容易 做起来难 因为人都有 基督教说都有罪行 人都有贪欲 就像股票一样 大家说 那股票很简单 对不对 你如果按照我说的去 网股票肯定赚钱 比如说你涨到百分之二十 你就把它卖掉 然后再下跌到多少 你只要不是那个垃圾股 你就可以去买 说的容易 但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 讲股票的教授 穿着西服革履 进股市 最后穿着胆裤出来 原因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能说 你也能够想到 但是你做不到 这个就很难 为什么 因为人都有贪欲 这种欲望怎么办 我说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有信仰 比如说你有基督教信仰 有佛教信仰 有其他伊斯兰教信仰 有信仰的人 他内心 他有一个追求 有自己的一套 生活的理念 是不容易被外界所击穿的 而你没有信仰 那靠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一套人生观 或者我们说价值观 你觉得什么是你需要追求的 什么是你不应该去做的 所以你这样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这个它是可以抵挡 通过你的这么一种修养 一种理想 你可以去避开这些物欲的诱惑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个有理想的人 他就会为理想而追求 他就不会太看重 这种物质上的诱惑 说这个还是我的一句话 说着容易 做着很难 其实人的一生 你说要找一个不跌跤的人 这个我觉得很难 这叫我们说的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血呢 所以人 你看了一些历经沧桑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他实际上 在他的人生中 也有很多不堪的回忆 因为他都是跌倒过 再爬起来 然后再总结人生的经验 所以我说的就是 一个要有信仰 这是最好的 第二个呢 也要有价值观 有自己的理想 有追求 即使我说难 但是还是有人做到 比说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央视主播 叫杜宪 还有一个叫薛飞 薛飞 因为后代的情况 我不太清楚 就是杜宪 就是陈道明的太太 在六四的时候 看到中共屠杀 心情非常的悲愤 他跟薛飞一起 穿黑衣 戴白花 出镜 表达了对中共 残酷 屠杀的一种愤怒 和一种反抗 当然最后遭到诊处 最后离开了央视 开始办自己的事业 最终呢 就是洗尽千华吧 平静的生活 所以像这么一种 女性 那都是央视主播 是我们值得学习 也是值得推崇的 也就是说 在物欲横流 在这个肮脏的世界 在这么一种 很难抵御的诱惑下 仍然有 不受这种引诱 能够做到自己 非常的干净的人 还是有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仰望这些人 如果我们有信仰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 和对美好的追求 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 好 观众朋友们 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没有 不知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